大家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白天還是有點悶熱 不過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從今天晚上開始 一直到禮拜三的清晨之前 在北部跟東半部 早晚的溫度會稍微偏低一些 要提醒大家要記得多添加薄長袖 或是薄外套 不要早點感冒了 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首先要跟大家說的是 目前在關島附近的海面上 就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有一個熱耐性低氣壓生成了 目前看起來它的發展條件還不錯 不過大家不用太過於擔心 這個熱耐性低氣壓 影響我們台灣的機率不是很高 我們台灣的話 在昨天傍晚的時候 一直到晚上有一波雲系 這個對流相當的旺盛 就通過我們北台灣 也造成北部跟東北部 有比較明顯的降雨 不過在這一波雲系通過之後 在今天我們白天 我們台灣的附近的雲量 可以說是明顯偏少 所以各地的氣溫 都感覺比較偏高 比較悶熱一點點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目前在中國南方 從福建廣東 一直往西南方延伸這附近 其實是有一道封面雲系系統 在這個地方逐漸發展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 主要水氣量集中比較多的地方 是在廣東這附近 反而在我們台灣的上游 福建跟浙江這邊的水氣量比較少 那麼預估這一波封面雲系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就會快速通過我們台灣 預計在明天的下半天的時候 封面就會通過台灣了 所以預估我影響時間不會持續太久 加上這附近的水氣量不是很多 所以頂多就是造成在今天晚上 上到明天清晨 我們已經封面了北部跟東北部 雲量會比較偏多 偶爾有一些短暫的陣雨發生了機會 那麼今天沒有下什麼雨 主要是在東北角跟宜蘭這邊 有一些短暫的陣雨 另外在我們這個中部以北山區 有一些短暫的情況 來看一下外幾天 可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這波封面雲系 逐漸通過我們台灣之後 預估在禮拜二 跟禮拜上我們台灣的天氣 還不錯 但是禮拜三的下半天開始 可以看到 中國南方這附近 慢慢有些水氣聚集 而且這些水氣會慢慢有些對流 雲氣生成 會隨著氣流影響到我們台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禮拜三的下半天開始 一直到禮拜五 在我們台灣附近的水氣量 都是比較偏多 如果有戶外活動 是安排在禮拜三到禮拜五的話 也提醒大家 千萬要注意天氣的最新狀況 另外在外幾天下雨的區域 可以看到禮拜一的時候 在北部跟東北部 還有東半部 上半天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短暫陣雨發生的機會 禮拜二雨次 會有比較明顯的減緩 而且就是變成雲浪比較偏多的情況 禮拜三跟禮拜四的時候 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因為受到華南雲氣的影響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全台灣 幾乎都有下雨的機會 尤其是在禮拜四的時候 降雨會比較明顯 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 從禮拜三一直到禮拜四的 這些波冷天氣的變化 水氣量會比較多一點 風的部分的話 今天晚上隨著風面雲氣 滿滿通過之後 東北風明顯增強 我們台灣附近的風速 也會稍微增強一點 也要提醒在沿海地區活動的話 要特別注意安全 另外如果南來北晚 這個在開高速公路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風速是有比較強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在外幾天 北部的天氣 在禮拜一的時候 上半天降雨機率 還是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下半天開始 一直到禮拜二 降雨機率會慢慢的降低下來 而且禮拜二是可以看到陽光 禮拜三上半天的時候 天氣還是不錯 但是下半天開始 一直到禮拜五的上半天 降雨機率會慢慢提高 來到70% 之後天氣才會逐漸好轉 在溫度的部分 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就是我們剛剛有跟大家提醒過的 禮拜三之前 這個北部早晚的低溫 會稍微 比這幾天稍微降低一點點 大約只有19-20度 所以早晚是比較偏涼的 禮拜四開始 低溫才會逐漸回升 在高溫的部分 禮拜一的上午的時候 因為雲量比較偏多 所以高溫也大約只有23度 之後才會逐漸緩慢的回升 南部的話 大致上天氣還算是穩定 禮拜四之前都可以看到陽光 但是禮拜四跟禮拜五 這個禮拜四下半天開始 一直到禮拜五的時候受到華南雲西的影響 將於機率也會逐漸提高 在溫度的部分 比較沒有太明顯的變化 低溫大約是24-25度 高溫的話大約是28-30度 所以這個禮拜的天氣 其實還是有些變化 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 至於明天的話 北部跟東半部 一直到禮拜三的清晨之前 要提醒大家 再格外注意 早晚會比較偏涼 要添加長袖 或是把外套不要著涼了 中南部的話 這幾天持續比較晴朗 但是會有點熱的感覺 要特別注意防晒 因為齒外線還是有點強 那麼禮拜三開始 水氣量會稍微增加 全台灣都會轉成 比較容易下雨的天氣 也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